喝沉浸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沉浸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e.tw 喝好咖啡 请至官网搜寻 或来电02-8791-9010 由专人为您服务 童嫂无期 影评时间 由童文勋律师 与麦嫂俱乐部 共同主持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要帮大家介绍 这是跟这个 经济的这个问题相关的 这个电影叫做 大麦空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韩国的电影是 分秒必争 然后进来之前 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童文勋 我是麦嫂 我是路卡 我是菲利普 好 所以我们今天四人组 来讲这个 大麦空跟韩国的这个分秒必争 那一样我们还是请这个 路卡来帮我们介绍这个 大麦空跟分秒必争的导演 或是他的演员 还是我们麦嫂要来介绍 好 那因为其实这一集 我跟路卡讨论过蛮久了 他就觉得 我是金融白痴 也说好 那没关系 那今天主要的单纲是我 那因为其实大麦空这个时代 我那时候有特别研究 因为那时候接了蛮多case 都是跟金融风暴受害者有关 好痛苦 因为那阵子真的 台湾也是受到很多的波澜 台湾这些银行好无耻 他因为知道每一个人的存款 拿到这个data之后 那些业务员就被逼着 就要去打电话 可是那时候 我们的金管监控很奇怪 对于真的有这个 比如说保险公司 就管得很严 证券公司也管得很严 干对银行呢 这些营业员没有上过课 而且那些里专门就很贱 妹子良心 甚至于我跟路卡 一个共同的好朋友 他那时候是在 我直接讲中信 没有证照 怎么可以去卖这些东西 对 那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落实 然后甚至于那时候 就是因为都金融整病 所以金控公司 什么商品都可以卖 所以他就拿着乱卖 一整个菜篮都塞给你 然后就算你今天买的东西 是选择权 你并不知道 你没有买了什么鬼 但是那时候雷曼兄弟一宣布倒 就说你们踩到雷曼了 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大老板 是亿万富豪 他超火 他说买雷曼什么鬼东西 你也讲清楚 你连报表都没有给我 我才刚买 没有五个月 你跟我说赔光了 赔什么都没有停损点 赔光就是没有零了 我觉得真的是故意的 那个事情后来 因为现在其实诉讼都不了了之 真的有判赔得很难 最后就是要老残病穷 才有得赔 而且也不是百分之百赔你 然后合约都乱七八糟 也没有省月期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金管会 主委整个没作为 现在人在当不分区立委了 我们就不讲他了 很厉害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电影的背景 是在讲07年到08年 美国那时候因为次贷风暴 引起的一连串的房屋泡沫化 金融衍生性商品交易 种种问题 而且更夸张的是 那时候很多银行家们 是大到不能倒的关系 还可以坐着他们的豪华客机 去华盛顿要求纾困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在骂说 这些为富不仁的人 怎么都没有得到教训 然后甚至于很多人 被逼着跳楼 逼得没有房子 然后到现在 有一些奇怪的说法是说 其实不是这些人 这些银行家只是在避险 他们做的都是合法的行为 真正的有问题的是 这个政府 不正确的去 比如说泡沫房市 或是打压房市 这些反复的这些作为 才导致正式的金融风暴 到现在还有这种声音 因为这些金融家 大部分都没有去坐牢 根本没有人去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得到教训 然后而且因为我们今天 不要讲的太硬 因为其实这个是 起来有志的 这群犹太人们 然后成立了这些大财团之后 其实他们没办法 因为基本上 大家知道从旧约圣经 都讲犹太人在干嘛的 他们那些就是 法利赛人 我直接讲他们 法利赛人就是在放贷的 高利贷的 然后所有的银行制度 就是他们建立起来的 后来就是因为 实在大到太恐怖了 才有一个布列生协定 认为说你投资归投资 一般像我们这种 台湾的银行 几乎都不是单纯投资 都是有在收放付 那就是另外一个 所以才把摩跟斯坦利 分成大摩跟小摩 但是后来在1929年 大家知道发生金融风暴 那是什么问题 那是美国人自找的 搞到那时候 一多元去跳楼不是吗 后来最后才觉得说 不能这个样子 还是要有点控制 所以就变成 那个时候一个市场 无形的手 亚当斯密那时候的理论 最后才改出 非常多衍生性理论 就是政府该管一管了 可是后来从雷根80年代开始 又开始没管了 大家毛起来搞啊 所以其实在这个 片子大麦空之前 一年有一个叫 华尔街之狼 也是在讲这件事情 那个纸醉金鸣道 真的匪夷所思 三个多小时 你有学到的不多 最后看到不停的 有毒品啊 妓女啊 什么乱七八糟 然后李奥娜都很用力的 在搞笑 然后那一年也是呼声很大 觉得她要拿影帝了 后来没有 后来被逼了两年后 要去去生吞那个熊胆啊 去打北大荒 被淋虐啊 才拿到影帝了 所以我觉得在那两三年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演艺圈一直有在反省这件事情 到底谁得到了教训呢 可是我觉得对这些大明星们来说 其实他们单纯演出了之后 他们真的有得到一个深刻的体悟吗 好像也没有 因为在大麦空里面 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明星们 来讲解这些非常艰涩的金融商品名词 但他们真的有懂吗 最前面看到马哥罗比在泡浴缸 那个美腿好漂亮 因为他就演了华尔街之狼嘛 讲说各位你们不知道金融方面都是什么 然后马上又进入到下一个是谁 下一个也都是大明星们啊 就在讲说 那个其实就是把一群很烂的商品 包裹成一个债券 然后卖给不懂的人 因为太难懂了嘛 他设法切片 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 让大家可以吞下来 到底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什么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 Selena Gomez的那个角色 他是跟一个经济学家 叫Richard Saylor 这两个都蛮有名的 然后就在那个Las Vegas的赌盘 在那边赌骰子 然后大家都看到 这个人一直藏红 就开始压他 其实他们没有上场玩 可是就看到这些players们的 好刺激哦 一路都对了 然后一直对赌对赌 赌到最后外崩盘大家都没有了 其实那时候华尔街就是这么疯狂的 你根本不知道你买了什么鬼东西 就是这样 所以发明那个把败款的这种不良债务啊 包裹成第一包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人啊 实在是太聪明了 聪明到实在是害死了多少人 那个刚才麦嫂说 就是这些好莱坞的人检讨华尔街嘛 然后我就想说 哦那不就是一群犹太人检讨另外一群犹太人 然后你知道就是 但是你知道好莱坞的这个符号秩序 跟那个华尔街的金融秩序 还是主宰着全世界耶 这我们等于是看美国的这些Libro和演一场戏 然后身在这个Matrix里头 Matrix母体 好 所以菲勒 你其实你也有在这个 你对于现在的数位货币 事实上是非常显熟的 那数位货币其实他一开始是想要 去推翻现在就有的银行的体系 就是罗斯柴尔的家族 他们所建立的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嘛 那所以你看大麦空应该有更 一种深刻的体会吧 是 我觉得其实就算有数位货币的话 大麦空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 因为呢 大麦空或者是金融风暴呢 这些事情往往都建立在人类的贪心 因为我们要 人类的贪心就是我今天有一间房子 我还不够 我要买第二间房子 有第二间房子还不够 我要买第三间 所以会有刺激房贷 就是说我的贷款已经用完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去贷更多的钱 其实我在美国待过的经验发现 其实美国人 他们的生活乐趣 就是建立在消费 我今天我的穿脸 大概每三年要换一次 我的沙发每两年要换一次 然后他的每个假日 全部都是shopping day 就连那种军人节 都有那种军人节的 还要安排度假 是啊 又要安排度假 所以其实我觉得美国金融风暴 四级房贷风暴 是美国人制造的 因为他当初提出这个人说 有些人想要贷款 然后他们已经 房子已经贷过 他们要再贷第二胎 所以我们银行都提出这个方案 然后那时候 法规没有说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银行也说 这个可以赚钱 所以大家来推这个方案 然后推到最后泡沫就破掉了 所以大家就没了 所以我说这种东西 就算是有数位货币好了 他今天只是把贷款的美金 变成数位货币 但是他贷款还是在 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泡泡 所以我认为数位货币 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人类的贪婪 所以数位货币 让人类的贪婪 再找到另外一个工具就对了 而且更好用 OK好 那所以我们要接着讲的 就是这个韩剧 分秒必争 为什么我们把两个电影 放在一起谈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好我们回到现场 就是讲到分秒必争 其实我很少看韩国电影 以前就包括就是说 韩国在真民主 真人权的这一些电影 我是看了不少 可是对于韩国电影 我总觉得有时候 他们的意识形态很强 他就是要强塞一个东西给你 其实你呈现给我事实跟对话 我们观众都自己做拍的东西 我们很讨厌强塞的那种电影 可是这部电影真的拍的太好了 分秒必争是麦嫂推荐给我看的 来麦嫂来介绍一下 好他是在讲97年那时候 韩国差点要破产 其实在座如果听众有去关 韩国破产是说 韩国这个国家要破产了 对对对 就97年即将破产的时候 那因为其实有去韩国的话 他们当地的导游 都会告诉你这段历史 那据说其实是 他们强加给这些观光客 就知道我们国家多团结 差点要破产 不都拿家里面值钱的东西 出来救国家 卖金子 对 那听说也真的是这个样子 你不觉得吗 我去过韩国啊 然后我发现说 所有的韩国人啊 他们当然都 我们接触到都不是大商社的人嘛 所以底层的民众 你只要一听 不然是计程车还是导游 其实都是愤青 对 他们非常痛恨 国家的主政者 以及大商社财团 而且只要讲到1999年 97年的这一次的金融风暴 他们就知道说 自己现在就是 国际的金融 跟这个韩国的大财团的奴工 而且他们可能一辈子 世世代代的子孙 缴的税 纳的利息 都要继续当这些国际财团的奴工 对 所以我觉得选这部片子就选对了 你看大家这么愤慨的 讲了一段事情就算我们不是韩国人也是帮他们分开了一下 因为那个是97年的12月3日 然后韩国社会叫他国耻日 国耻 因为基本上他们觉得从主权到行政到经济整个都彻底崩溃了 一夕之间从经济强国 然后裂到谷底 甚至于跟IMF在谈这个合约的时候 完全没有透明化 老百姓都被蒙在谷里 是是是 然后所以说在整部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多要力往困难的人 想要救国家经济不要变成奴隶 然后大家知道其实这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韩国跟日本的年轻人自杀率高居不下 自杀 那个是非常严重的depress 然后再加上我们除了今天从这个电影学到这些相关东西之外 也要警惕一下 因为这阵子台湾股市这一飞冲天 所以那时候我是看到 好可怕 怎么会那么多人去开户 而且开户都是年轻人 我真的好害怕会再重现 而且电影里面其实有一个女主角 这个女主角的原型 我觉得也是这个韩国电影的看点之一 因为我们知道说韩国人就是歧视女性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觉醒者却是一个女性 然后他们去做一个金管单位 他们去盘点这些银行 已经出了问题的银行的时候 你发现说这些银行的 这个最高的主视者 蠢到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那因为其实金慧秀这个角色呢 我跟卢卡都对他算是熟悉啦 然后他在那个女性角色的扮演 非常的关键 所以刚刚卢卡甚至于怀疑 有没有这个真实的人 你介绍一下这个女演员好了 金慧秀啊 他就是长得又好看 身材又魔鬼 演技又在线 就拿了好几个影后吧 就不管是演韩 然后他挑戏的眼光也很好 不管是演韩剧或者是电影 都是成绩单都是非常亮丽 所以我觉得由他来演这个角色 是非常适合 就他很适合那种气场很强的女性 但是你气场再怎么强 其实也抵不过韩国人的那种 艳女的那种风气 而且他除了艳女之外 还加上另外一个是辈分 就是当你是女性的时候 你的辈分就已经比较低了 那辈分高的人更容易小看你 然后各种羞辱在片里头都是不遗余力 那也让大家看到就是说 如果你不去看那个人的本身提出来的主张 而是用性别 用阶级 用辈分来评断它的话 你就是会损失很多 而且你看事情会变得很不明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要问Flipp 我觉得我看韩国分秒逼真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的感觉 幸好台湾不是国际组织的会员国 所以我们在几次其实都是自己走过 对对对 差点被联动扫到 那OECD对我们来说你谁啊 对不对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民族性差很多 韩国的民族性是风道说 我为了国家我连命都可以不用 但是台湾人因为没有国家这个概念 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的命再说 国家关我所需 98年那一次那个韩国主办那个奥运 不是奥运啊 氏族赛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比赛 他也是无所不用 哇塞 这超可怕 那时候进四强那种作弊的那种样子 也要让我们想到跆拳道的作弊吗 韩国人真的是无所不用其其 是为了国家我的命可以不要 我的尊严也可以不要 但是我一定要维护我的国家 台湾人刚好相反 我的尊严还有我的钱比较重要 所以台湾是打不死的蟑螂 因为呢 在有一个统计数据是说 韩国大概有八成的经济数字 都是由大型企业撑起的 台湾呢则是不一样 台湾大概有六成到五成到六成的 经济是由中小企业 就是这种三百人以下的公司 撑起来的 这种公司有一个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 我可以快速的反映我的内容产品 可以快速的做变化 所以可以 所以今天如果 今天有一个公司倒了 很快的另外一家公司 会做出他的产品 然后快速的去取代他 我讲一个例子好了 这是我最近接触到 就是说 有一家陶原的一个公司 他做一个工业用的年胶 然后这个年胶呢 通常是由三宋那边来提供的 然后但是呢 他发现越来越多客户 他做一些客制化的东西 三宋那边不能够快速反映 所以这家公司呢 他隐身在一个透天处里面 他的一楼是一个化学实验室 因为他提供的量其实不多 大概一天 大概十公斤 二十公斤左右 可是呢 他的客户只要下定一个东西 三天之后马上交出去 让他测试 然后测试OK的时候 一个礼拜 他要多少货 他都可以交 但是Samsung做不到这一点 他大概三个月到半年 对啊 这就是台湾的优势 然后也是台湾 为什么不会像有那种 金融风暴这种危机 就是说 韩国只要倒一家企业 整个国家会陷入困境 对 台湾的话 目前有一个大怪兽 叫台积电 他 可是台积电他不会倒 因为他是外资持有 外资也不会让他那么容易的 被其他公司超过 对啊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堆小企业 这些小企业也很厉害 他就是打不死的蟑螂 你今天打死一只 他背后还有20万只在这等你 好 那个我听了刚才大家讲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一些 那个背景 刚才那个 菲利普你已经讲出来 就是说台湾跟那个台湾跟韩国的差别 就是大企业或中小企业 那这个其实是从普正熙那个时代来的 就是说普正熙是一个汉江奇迹的缔造者 那他的方法就是非常让利给这些大企业 加大放小 对没错 那那个同时起台湾的经济起飞 却是扶植中小企业 所以就造成 可能就会造成说韩国人 他们都都是愤情 不管年龄多少都是愤情 因为他们 他们受到那个大企业 跟国家联手打压的 这个痛苦是非常深远的 这么多国家 我觉得我的印象 新加坡人也是愤情 好像都有这个现象 因为他们的政治上面不太自由吧 都强人政治 对 那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韩国为了赢不择手段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因为那个有一件事情 我提醒大家 就是韩国大概是整个亚洲 唯一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所以他们非常强调 就是说只要是韩国人 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可以吃同一锅饭 他们没再管逼干那种事情的 对 那这个事情呢 是只有韩国是这样子的国家 你包括像日本 他们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 所以在韩国 你就诉诸民族的情感一定会成功 但在其他国家 不一定可以这样子做 那还有刚才就是学姐 你有提到的国际组织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还好台湾没有加入国际组织嘛 其实我们这一次在WHO的处理 那个新冠肺炎的这件事情 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WHO呢 之前就是有一个力作 就是在311的时候 日本311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等于是日本政府跟WHO共谋了一场 就是说 其实我们没有核灾的这件事情 把核灾这件事情 扛来 然后呢 他们官方的报告呢 就是因为核灾而受影响的人呢 只有不到100个人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靠自己跟靠别人 都各有利弊啦 对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现象 好 我们下一段进来来讲 就是其实刚才麦少讲的 散户的问题啊 在这两个故事里面都有讲到散户的问题 大麦公其实里面有一句话 那个数字非常可怕的 就是这个帅哥布莱德匹特 他们在成功的 这个卖空了之后 帮这个两个年轻人大赚了 一辈子赚不到的这个财富啊 他叫他们说不可以笑 他给了黑巴掌 他说他不可以笑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只要上升 失业率上升一% 就会有4万个人非正常死亡 其实韩国也是啊 在那一场金融风暴里面 有多少人死亡 只是因为政府掩盖真相嘛 对不对 我们下一段进来 好我们进来 这个大麦公里面 布莱德匹特所扮演这个角色 是一个从华尔街脱离出去的 等于是他帮这两个年轻人赚钱 看不出来他有从中获得任何的好处 对不对 可是他帮他们把他买的这种对赌 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 对赌的这个数字 在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 他成功把他脱手出去了 所以看起来那个数字是几千万美金将近1亿美元 可是这两个年轻人是从几万块的这个美金的这个现金 从他们自己车库里面开始大学毕业搞起来的一个避险基金 非常的小 然后有一段很好笑就是 他们这个避险基金可以做的这个规模呢 去拜访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根本连让他们上楼 有一个办公室会议室跟他讲话都不肯 在大楼的一楼的lobby 然后跟他讲了几段话 而且他根本就不坐在沙发上 摩根斯坦利的这个职员也是一个小 好像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小职员 就对他们是非常不尊重的 就说要跟我们交易的话 你至少这个基金必须要是 1.75亿美元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 然后这个你连这个数字都不知道 你竟然敢跟我约这个make appointment 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然后即使是在大楼的lobby 他们只是多逗留了不到半分钟 那个lobby的这个这些管理员 就驱赶他们了 就是说你们必须要离开这里 这个实在是这些金融的这种这种拒破 不但为父不仁 而且这种傲慢 然后不用负责任 他们永远可以我可为 防他们他们的所有犯下来的错误 刚才那个学姐有提到就是 布莱德比特的一个巴掌 对就是说呢 我们虽然说利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势 大赚了一笔 但是我们不能太过高兴 因为呢 这背后有非常多人的生命 非常多家庭的损失在背后 那同样的一巴掌呢 也在分秒必争出现了 就是刘亚人 他这个财务顾问的这个角色 那刚才麦嫂好像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这个角色是一个杜撰的角色 没有角色的原型 但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是 这些片子其实都是拍来检讨 当时的时空环境 当时的这些 可能是引号里头所谓的坏人 但是呢 其实我很好奇 就是说 这些打了一巴掌的人 实际上是不是存在呢 我觉得这些大赚一笔的人 真的他们有想过背后的那些痛苦的人吗 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吗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的哦 那个Fab有什么想法 比如说索罗斯啊 索罗斯也是这样的角色不是吗 索罗斯是一位匈牙利裔的犹太人 然后我的匈牙利朋友们都非常的讨厌他 然后他的伸展力神也很有趣 他是跑到一个火车的车顶 然后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情况下 搭了班火车逃离匈牙利的 对啊 所以他的成长过程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你说他也是 但是你说他懂得底下人的辛苦吗 他亚洲突婴 他在放空那个泰国货币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在管泰国人的死活 他也不会去管亚洲人的死活 他只要他的一个投资基金 可以赚的越多钱越好 对啊 所以你跟我说这些人在赚了大笔钱之后 还要去在意底层人的感受吗 我说如果你在意底层感受 你就不会去用他们的 去拿他们的血汉钱来做了 可是确实有一群人 他是有for see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至少在大卖空这件事情是证实的 就是有太多原型了 有太多原型 当时对空基金做空他们的这个对赌 事实上是避险了 然后自己也变成富豪 可是你说他们对于这些底层 真的受损害的人 到底有没有同情心 对他们来说是两回事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机会 我进来了 所有的错误是我犯下来的 而且他们对赌的对象 就是这些邪恶的 像大摩 他们当时竟然一手做多 一手做空 对 那还有人跟我讲说 做多做空都是他的避险 我说不是 做多做空同时做 这个有asset的问题 这个有伦理的问题 不好意思 其实你讲的伦理问题 不适用在大财团 他们一定适用 刚刚就已经讲避险 他们在分散风险 他们鸡蛋不会放同一个篮子 其实我都可以包容 因为其实最主要里面 Christine Bell 就是卸刃的蝙蝠侠 他演的那个Michael Berry的角色 他是医生 所以他一定是够聪明的 他在里面就不停的在打爵士股 在大力的发泄 为什么 他压力好大 因为他其实是在发国难财 那你要去想说 其实刚刚讲刘亚人角色 也是在发国难财 那我现在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 就是我很担心会有人想要发国难财 因为像一堆菜篮竹都去开户了 再加上其实我们的股票 绝大多数是掌握在外资的手上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国家主要的四大基金 都在赔钱 而且前一阵子可以看到非常多 我们国内的大银行家 在海外的操作也都赔钱 大家怎么不紧张 然后股市冲万点是赚到谁 搞不好大家身家性命 都是十几万十几万的丢 结果都被外资卷走了 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台大好像是 应该一年级二年级 现在开户的都是二十几岁的 他说他一个月赔十五万 他不觉得难过 一个月十五万 我的天啊 小子啊 你是不是还在还学贷啊 你一毕业是不是就会失业啊 你怎么没有想到 你十五万从哪来的啊 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现象 尤其是大家知道 其实这次美国大选会影响 台湾未来的生产线 还有最近都ACEP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真的 统文城都要讨论 因为ACEP刚签 那台湾的角色是没有的 那现在很多人开始危机论 那甚至可能有一票人 什么经济学家说怎样 好像又要安抚人家 而且我知道今年的数字 台湾的整个银行 对于中国的曝险 是高到 非常高耶 超过他们的净值的五十八 大家怎么都没有去监绕这件事 然后现在金管会主委 又是谁都不说了 他懂吗 所以我觉得那个危机 真的把我吓坏了 所以我现在开始告诉 我们周遭的朋友 真的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啦 真的你不能不懂 所以等于是我有 算是半退半就的 比鲁卡要看一下这两部片 我觉得真的大家都要加减了解一下 这个金融体系 真的你 你涉入其中 你不能不了解他啦 太可怕了 我觉得 其实这应该是这一集的主軸 才对 麦少讲的就是 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走港锁 但是那港锁多细 它的忍耐度可以到什么程度 这个其实很重要 像现在就是全球疫情对全球冲击很大 然后很多人失业 但是诡异的是我们现在的房价 或者是我们的股票都在高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奇怪 我们的所得没那么高的 是不是说有些有新的财团 或是他们其实就是故意在做这种事 让你觉得歌舞升平 那你觉得好像没什么 好像不买是错的 结果等到他可能找一个时间点 就是说好 就是这现在人 他把钱一抽掉 对 结果全球又造成另外一个经济大恐慌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我拉出来一个额外阅读好了 因为其实这一阵子 大家都在疯传 就有一本书写得非常好 就是宋氏三姐妹 里面就有提到当年的孔祥熙 怎么样把蒋家王朝搞到节节败退 然后只好必来我们这个小岛 其实他就是在玩这个歌舞升平 所以那时候都在开玩笑说 前线吃井 后面井吃 井吃就是这些孔家人 所以我很怕说 这个政府不懂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还不停的塑造 刚刚菲利普讲的歌舞升平 其实井气还很好了 没事的 谁当选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的 可是为什么健保要涨价呢 为什么劳保要破产了呢 再加上现在少子化 长照问题 种种因素 政府解决了吗 谁告诉我们solution呢 没有 这两个电影都告诉我们 就是大麦空 美国政府没有提出警告 然后分秒必争呢 是韩国的政府呢 就是把真相压下来 对 然后拖越久越好 可是在那个过程中 因为他没有警告 所以有很多人真的拿到了 所谓的银行的这种本票 那本票到最后是不能够兑现的 而那本票为什么会发出去 连这个原因跟他的这个再信 都没有去做查核 然后变成是一种当时的流通的 所有人都收本票 为什么你不收本票 所以他们就去扩张他们的信用 到最后倒的时候 中小企业你倒我我倒你 政府最后的抉择是 又是抓大放小 小企业全部倒闭 然后去救那些大企业 所以现在韩国的所有的 整个社会的现象 甚至我在韩国的时候 有这个导游就说啊 你看你知道韩国的 三星卖的这个电视啊 电视机啊 在韩国卖一台多少钱吗 然后在美国的Costco的卖场 那台电视同样的电视 没有一颗螺丝钉不一样的 是卖多少钱呢 大概是两倍的 两倍到三倍 对 他说韩国人 牺牲了这么多之后 我们到底得到什么 他们连要买一个房子 买一套房子都很困难 所以说再加上这一次的疫情 确实很多韩国年轻人 可能看不到未来嘛 所以那个自杀率节节上升 可是政府好像似乎 不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人 对 就是不断的继续拿到执政权 然后他们身边的那些文青 可以包案对不对 然后只要在下次的选举 他们再把这个场子炒热 然后社群媒体能够这个带风向 然后可以做很美丽的批图 然后可以骗到选票就好了 我觉得继生上流那时候给他们 就是有非常大的警惕 因为其实在打脸他们的 但是背后的sponsor是三星集团 但是现在风波过去的半年多 有做了什么大检讨 好像也看不出来 因为他们的会长签证刚往生嘛 那同样的我们看看台湾 台湾的商人 跟我们这些小百姓们的ethic 其实刚刚一直提到这个词 都没有很有耶 其实我们已经变成亚洲的诈骗之国了 没有耶 其实就是你就捞到口袋里面 就不可以再 就不会再给别人了 台湾算是 算是在世界上 算是有爱心的国家 但是讲到贪婪 也是够贪婪的了 然后未来针对于像这样子的局势 有没有任何的awareness 我也没有看到 所以麦莎有提到这个大麦公 在片头一开始 用这个马克图文的这句话 然后最后他用了 村上村树的 这个另外一句话 其实都还蛮发人深省的 对 对不对 马克图文的那句话 让我们陷入困境的 不是无知 而是看似正确的 谬误的这个论断 其实是错的 可是 所以你无知还无所谓 你不知道真相 其实还无所谓 可是你如果被错误的 这些假讯息 引导你的话 误导你的话 其实才是真正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 村上村树 这是在结尾 就是说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在心里渴望着 世界末日的来临 那是真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厌世的氛围 会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这个疫情 看不到边界 就是会厌世 那好像我们已经过了 那个年少轻狂 比如说像是 维特烦恼的年纪 我们在这儿应该都中年了 但你要看 现在的年轻人的未来在哪里 他现在一直都在小确幸 然后没有志向 没有目标 随波逐流 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说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podcast 叫做古矮 那是菲利浦的学弟 他其实就是一直有 这样子的氛围在分析 因为他号称是地下经管会主委 他就说大家小心 不能人云亦云 谁叫你要买的就不能买 你要就看到那只股票能投资 他背后因素是什么 你一定要纵观来看 不是看线 或是看波段 不是的 他一直在教大家多收集资料 但是有谁向他那么努力呢 向他那么用功 向他有那么多时间去看盘 没有 真的 这个就是个危机了 吹夫 要不帮我们做个结论 我的结论就是 其实 人类的贪婪 应该会导致于人类的毁灭 然后 毁灭之后 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 必先自死地以后生 也许我们会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人类从过去历史 学到的教训 就是我们永远学不到教训 对 所以我猜 好厌世哦 这个东西 其实 也许到最后 人类的毁灭 就是说 我们会以战争 作为最后的手段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未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踩刹车 也许我们可以在这时候 做改变 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套 新的秩序 比如说像资本市场 大家都知道有内线交易 可是没有人指出来 然后大家都知道 大金鱼吃 小虾米 可是也没有人指出来 而且还真先恐后 去当那只小虾米 因为大家以为说 也许我可以长大成东西 但是其实最后结果 就是你就是全部被吃完 这个是我们现在 世界的秩序 它就是长这样子 我们能不能改变呢 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学者 哈拉利 他的历史的大预言 是认为说 人类将不会再产生大的战争了 那个我们可能可以 因为数位化的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 从很多事情上面得到学习 然后这个速度会非常快 可能以前十年才能演进的东西 可能在将来就是越来越快 可能一年就演进一次 那所以这么多次的金融风暴 大家也就都活过来了 也没有 也不是世界末日嘛 所以可能我们还皮皮的就满费 就是觉得可以熬的过去 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曾经提过一个作品 就是叫做Social Dilemma 就是我们现在都借由社群媒体 Google搜寻什么 要告诉大家 其实你要获取知识的来源非常的多 就算你从这些平台得到某个讯息 麻烦你多查证一下 如果今天要避免世界灭亡 就是大家再鸡婆一点 再认真一点 用功一点 就这样子 多一个查证的多 对 保护自己 我们应该在节目里面 多教大家怎么查证 基本上公司的这个 基本的资料怎么查证 这个应该要交给大家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麦嫂其实是律师 好 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谢谢 喝沉浸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tw 喝好咖啡 请至官网搜寻 或来电 02-8791-9010 由专人为您服务 非常多 关照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